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藏海传重磅来袭 你的期待值是多少 自陈情令之后 肖战的人气一路飙升 他的新作品自然成为了粉丝和观众翘首以盼的焦点 如今,这部由金牌导演郑小龙和才华横溢的曹逸文联合指导的奇幻古装大戏 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藏海传》是一部级剧情 奇幻和古装元素于一体的电视剧 预计将于2025年在大陆首播 每集45分钟的紧凑剧情 共计40集的篇幅 让人充满期待 而肖战在剧中饰演的主角藏海 更是让人好奇这个角色的命运将如何展开 故事的开端 发生在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藏海》 一个出身平凡的青年 却因一场意外卷入了一场 关乎天下安危的纷争 肖战将藏海的坚韧与柔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的每一次眼神转换 都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内心的波动 郑小龙和曹逸文的联手 无疑是《藏海传》的一大亮点 郑小龙擅长把握宏大叙事 而曹逸文则擅长细腻的情感描绘 两人的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的质量上了双保险 在他们的指导下 肖战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他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少年 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驾驭复杂角色的成熟演员 剧中的奇幻元素是《藏海传》的另一大看点 神秘的古遗迹 奇异的生物 以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魔法场面 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的奇幻世界 肖战饰演的《藏海》 将在这个世界中历经磨难 最终成长为一位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的服装和道具都极为考究 从华丽的宫廷服饰到朴素的民间装扮 每一件衣物都经过精心设计 完美还原了古代的风貌 肖战的每一次出场 都仿佛是从古画中走出的翩翩公子 让人惊艳不已 在《藏海传》的拍摄过程中 肖战也经历了不少挑战 高空威亚、水下拍摄、严寒酷暑 这些艰难的环境都未能阻挡 他追求完美的脚步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藏海》这个角色 是我演绎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肖战 《藏海传》的预告片一经发布 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对肖战的期待 而业内专家也对这部剧的前景表示看好 可以预见,2025年《藏海传》将成为电视剧市场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肖战的新剧《藏海传》无疑是2025年最值得期待的电视剧之一 他不仅有着引人入胜的剧情 更有肖战、郑小龙和曹逸文这样的金牌组合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肖战如何在这个奇幻的古装世界中 全是一个属于他的英雄传奇 关注我的自媒体平台 更多《藏海传》的幕后故事和精彩花絮等你来挖掘 肖战澳门活动,富婆粉丝热情难党 近日,肖战亮相澳门参与官方活动 现场热闹非凡 尤其是一群富婆粉丝的出现 成为了活动的亮点 他们不仅专程为肖战而来 甚至还想联合起来与肖战合影 幸亏主办方及时介入 才避免了可能的尴尬局面 活动当天,肖战的魅力无疑吸引了众多粉丝 其中不乏一些富有的中年女性 他们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年轻粉丝 纷纷拿出手机 希望能记录下与偶像的珍贵瞬间 有网友调侃 肖战的魅力真是无年龄界限 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富婆粉丝还试图联合起来 组织一次与肖战的合影活动 他们的想法虽然大胆 但也体现了肖战在粉丝心中的特殊地位 不过,肖战的性格温和 如果真的面对这样的请求 恐怕他也会不好意思拒绝 好在主办方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 迅速采取措施 避免了可能的混乱 对此,有网友评论 主办方的应对措施很及时 保护了肖战 也维护了活动的秩序 我个人认为,肖战的人气确实惊人 但粉丝的热情也需要适度 尊重偶像的个人空间 理性追星,才是对肖战最好的支持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 更在于他的才华和努力 这次澳门之行 肖战无疑再次证明了 自、中 我们也看到了肖战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影响力 希望未来的活动中 粉丝和偶像之间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著名电台主持人称赞肖战流量实力艰巨 内娱并不多见 肖战创历史 近日 肖战彻头彻尾破圈了 多个圈子里的大咖都对肖战给予了高度认可 特别是著名电台主持人文海老师 直接发文称赞肖战就是流量和实力艰巨 如此全能的艺人在内 娱并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一直都在创造历史 文海老师还评价肖战唱歌和演戏都拿得出手 是全能型优秀人才 据悉 著名电台主持人文海老师发文称赞肖战 就是流量和实力艰巨的艺人 前者印证了肖战是顶流巨星 是超级顶流 后者不言而喻 是对肖战实力的高度认可 另一边文海老师坦言自己合作了 非常多艺人 主持过非常多明星活动 但像肖战这样的全能型艺人 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优秀的一面 在内娱并不多见 陆陆续续已经有非常多行业大咖都是如此评价肖战 不言而喻都对肖战束大拇指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看到肖战一直都在创造历史 屡次得到媒体和观众朋友们的高度认可 激动的心情易于言表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唱跳巨佳 演技精湛 还是名副其实的正能量偶像 支持这样的肖战 合情合理 无可非议 总之感谢老师认可 肖战凭借弯曲声明月的舞台 肖战一直都在破圈跨界闯世界 作为小飞侠的一员 太骄傲了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接下来的肖战 把平模式继续开启 新电影和新剧都在路上 期待早日和肖战见面 创造历史 未来可期 肖战以实力拓宽国民度 时间见证成长之路 在娱乐圈这个五光十色的舞台上 每一位艺人的成功都绝非偶然 肖战 这位在2019年凭借一部热门剧集 横空出世的青年演员 用他自身的努力和坚持 为我们诠释了何为拓宽国民度的真谛 这五个字 简单却深沉 背后承载着肖战无数次的 自我挑战与突破 肖战并非出身于娱乐世家 没有娱乐圈内父母的指引 也没有科班师们的庇护 他的起点 与许多普通人无异 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艰难 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没有童星出道的光环加持 他的一切成就 都是靠自己一点一滴打拼而来 这样的背景 虽然让他在出入娱乐圈时显得根基薄弱 却也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肖战深知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唯有实力才是立足之本 因此 他从未停止过对自我的提升和魔力 无论是演技的锤炼 还是歌唱技巧的精进 他都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他的每一次亮相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综艺节目 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进步和变化 这种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 正是他能够逐渐拓宽国民度 赢得越来越多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 然而 实力之外 时间也是肖战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时间无法跳跃 也无法一蹴而就 肖战明白 要想在娱乐圈长久发展 就必须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考验 他用自己的作品和人品 去慢慢积累口碑和人气 这种积累 虽然过程漫长且充满挑战 但却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实和稳健 肖战与粉丝之间的感情 也如同他对待事业的态度一样 真挚而深沉 他深知 粉丝的支持和陪伴是他前进的最大动力 因此 他始终保持着对粉丝的感恩和尊重 用自己的努力和成果来回馈他们的厚爱 这种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的关系 让肖战与粉丝之间的感情愈发深厚 也让他在娱乐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展望未来 肖战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期盼和可能 5年后的他或许会更加成熟稳重 演技更加精湛 10年后的他或许会成为娱乐圈的长青树 用更多的优秀作品回馈观众和粉丝 这种期盼 不仅是对肖战个人的期许 更是对他所代表的正能量和奋斗精神的肯定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时间 证明了在娱乐圈这个舞台上 只要肯努力、肯坚持 就一定能够拓宽自己的国民度 赢得属于自己的辉煌 他的故事 不仅激励着无数追梦的年轻人 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中那份最真挚 最纯粹的梦想和追求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